评论里说变身逻奇是不劳而获 什么是不劳而获 百度是这样解释的 自己不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世界有不劳而获着吗 既然不劳能获 我们为什么要劳 是有人要砍下我们的头逼我们劳吗 除了强盗谁敢这样 地主和资本家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他们靠的是付费买劳动 只有那些一遍遍用 是地主资本家拿走了你的劳动成果 来调清你仇富 进而自愿为他付出的人 才是真正的不劳而获 而市场经济是奖励多劳多得的 消费者拿口袋的钱 用脚给喜欢的生产者投票 你提供好东西就有人买单 付费合理就有人结合 在这里每个人口袋的钱 都是用劳动换来的 而那些首付更是消费者用钱买出来的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让劳动效率提高 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支持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普通人最得利 在这里资本家讨好消费者 聪明能干的人服务普通人 这就叫消费者主权